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8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文湛 汪洋说 中越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、国家主席 同阮夫仲总书记和阮春福国家主席分别通话 就新形势下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越方一道 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指明的前进方向 深化睦邻友好、互利合作和团结抗议 为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加强交往合作 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杜文湛说 越方高度赞赏中共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愿与中国全国政协一起 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李斌、何伟参加会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Link. 参加会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一个人 国内